画面中可以看到卖场先左右再上下的明显晃动 上头电灯不断摇晃 而且持续时间将近40秒相当持久 让现场店员顾客受到惊吓 紧张的四处张望 店员还把手中塑胶带护住头部 简直吓坏了 带您听一段店员访问 跟之前这样子比起来有没有 有点 怕到就对了 问到我没影响没打 当下是蛮大的 最近算是比较大的地震 店员都被吓坏 直呼这是最近感受到比较强烈的地震 这场瑞士规模6.2的油感地震 发生在24号早上7点5分左右 全台都超油感 尤其宜兰更被气象鼠发布灾防告警 最大震度高达三级 而当地民众也在家中拍到自家电灯晃个不停 悬吊灯具的水晶珠子吊饰 也剧烈晃动发出撞击声响 水煮箱的水更是频频摇晃 让民众饱受惊吓 感谢观看